蜜羊被撒娇一肥毛刺了 随后又对倒在地上的蜜羊骨上离开 直接刺中大腰子 蜜羊痛苦哀嚎在无声还可 而树上的丧彪却发出了节节节的声音 他骄傲地表示 自己的飞天长毛从未施过手 每一会儿蜜羊就因失血过多而命丧黄泉 紧接着丧彪又在树上等到了一只大脚蜜羊 取下宝骨头瞄准大脚蜜 长毛稳稳地扎在了大脚蜜身上 命中目标后丧彪也是非常的激动 最后丧彪在林中发现了倒在地上的大脚蜜 早已没了气息 可以看到羚羊眼睛瞪得大大的 真是死不瞑目 不过瘾的丧彪又打起了黑熊的嘴 逃到了树上埋伏了起来 站台还没打好 下面就有两只熊路过 没一会儿大黑熊就走到了树下 丧彪举起长毛 锋利的矛头瞬间刺穿了黑熊的胸膛 黑熊旁大的身躯亮亮强强地逃走 丧彪顺着黑熊血迹追寻过去 发现黑熊是早已没了气息 大黑熊怎么也没想到 还没来得及吃一口水 就被一鸣五的长毛从身体穿过 着实是太悲催了 葬镖继续爬到树上埋伏起来 没一会儿就有一头灰熊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 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埋伏在树上的老六丧彪 就在他刚想品尝美食的时候 长毛直接刺入灰熊的行李 剧烈地躲动让灰熊不断地在地上折 反应过来的灰熊忍着剧痛将插入身体的长毛咬断 随后便逃离了这里 这么强大的咬和力药 使能咬在丧彪身上纳布的轻一块子一块 丧彪跟着灰熊留下了血迹寻找 灰熊被发现时早已内脏断裂而死 可以看到还有半截长毛还插在灰熊身上 丧彪这个老不死的真是太悲催熊只是出来招肯使 就为天杀的丧彪一毛穿心 简直是没一点人性